没办法等他 熬不住了 真的 酒店在巴蒂亚订好了 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车 我不可以关房 我不可以再开房了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再开房了 我在巴蒂亚你开房 我现在在曼谷 别别别别别 大家别打扰二姐 别打扰二姐 妈子哥 咱们我们可以直接巴蒂亚见 我们可以直接巴蒂亚见 就一千五就一千五嘛 行 现在就为我没睡觉买单 为不睡觉而买单 OK OK 谁让我不睡觉呢 什么时候去巴蒂亚 现在 咪一下 走了 咪一下也得一千五 去哪这是 现在去巴蒂亚 谁让我昨晚不睡觉呢 头铁 去巴蒂亚 对一千五 我睡觉了不就 可以坐我朋友的 蹭我朋友的车去了吗 需要点蹭车吧 先吃个饭 大巴 大巴 太折腾了 我真受不了 我就想 叶子去不去巴蒂亚的 本来马子哥跟我说好了 今天一起去 但现在联系不上 一千五比方费贵 贵 贵惨了 贵惨了 一千五分不过车吧 就是低选 太贵了吧 我 我都不敢过这个车 我都不敢过这个车 肯定也贵 这个卡 我都不敢过去问 肯定也很贵 兄弟姐妹们你们都不睡觉吗 你们怎么都那么早呢 一千五学贵 一千五对三百 三百 但是我租房也只要 三千七一个月 有拼车的吗 我 探险 那谁让他们探险 哎 对不起 马子哥 我不能等你了 咱们有缘再见吧 没有 这个机场没有 这个机场没有 都大面积 这是酒店公寓 马子不是人 不论啥关系 合理安排 接一下别人 好巧笑 绑架的 将近两小子 打车一千五不贵吧 其实一直都是一千五这个价 一直都是 但是 我一个人坐 为什么就觉得特别贵呢 因为 十二点 Telly就跟我 就有车 我就可以蹭车了 有朋友 的车 一块 一块去 马子不是人温 那么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熬不住了 一晚上没睡 我熬不住了 我现在就得 我现在就得去睡觉 我先把你们放一会儿 我拿个充电宝出来 可以不白嫖那种泰国人什么 有人搭吗 再等两小时 等不住了 朋友们 等不住了 我拿个自拍杆 把你们架起来了 等不住了 我已经开始在 在流鼻涕了 嗨 how much let's go 好多 总要卡了什么东西 住在哪 住在 China Tower那边 谢谢良人 我现在打车三小时能到 但是我上车我就睡 我上车我就睡 我不能这样在外面坐两个小时吧 小不可以这帐篷吗 我没有 我帐篷 谢谢太医姐去的办卡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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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发财 对再等我要猝死 我真要猝死了 我才直播十几天 我不想猝死 你别那么急了 不可以后悔呀 不可以后悔呀 游战天成 我真后悔呀 我真后悔呀 找叶子拿帐篷 叶老师 没有 太冷了 现在可是胃疼 胃疼 中招了 没有 目前还没有 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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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飞机上太冷了 所以我 飞机上太冷了 所以我要留病 上车睡觉 镜头对着窗外 OK 那不是浪费店吗 忧郁的猪好听 谢谢你 奇怪的 浪不浪 乐不浪 谢谢你 叶老师正在做美梦 12点会起来 那我12点 我朋友免费车 就发车了呢 这是去找麻子吗 是啊 我好好连 各位 在场的256位贵宾 请你们帮忙看看 我大老远的 坐了一晚上 坐了一晚上的卧铺 大巴 来到了曼谷 就因为麻子哥说 今天要约我 一起出发 我就一直一宿没睡 然后跟他说了 咱们今天我说 我时间钟就到了 跟他联系 结果呢 他人就消失了 大家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看完笑了 看完笑了 看完笑的 我跟麻子哥已经留言了 我说我先走了 我说我不能等他 我先走了 看完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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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麻子哥有仇 不要赖我身上 不要赖我身上 你们都在 你们都山大眼光 你们都在公布 死仇 见面 见面 你可以啊 我不行 我把你们笑起了 我看我 我笑死了 我 打雨 你看他 他 没有 没有 我在机场 我在机场 去揍他 马子哥说 什么哈里兔说 马子哥真不是人 你们真是 你们就是这样两边 两边 两边 那个 好了好了 走了走了 谢谢大家改了我一点精神 传下去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帮我造谣 谢谢你们帮我造谣 我截图 我现在就拍照 截图 昨天起去龙虾 今天起去 今天 我干嘛这么说 我说了 我再听听我这么说的 你站不起来 我都会受不了 然后我们晚上可一式吃饭 和 有点关心 哦 我跟他说的很好啊 给大家听一下 我和晚上 可以去吃饭 有点关心 欢迎 我说的很好 我到哪了 我到曼谷了 我说的挺好 开始爆料了 没有 这我跟他留言 这留言不说的挺好了吗 大声 说话感觉 对 说话感觉 我真快死了 我刚刚感觉自己睡了一会儿 奥龙和波龙都分不清 分不清 我也分不清 说明我们平时的伙食没那么好 结冰 说的挺好 没把我病 谢谢 谢谢 就是说的我因为我都不记得我说的什么了 我现在又听了一遍 我觉得ok从哪儿起飞 清迈呀 从清迈起飞 我现在 我出去跑掉了 我现在到曼谷了 朋友们 我看看 现在在机场啊 在机场啊 你们在我的行李箱上 我来叫个车 叫个车走了 不等了 谁也等不了了 要吐了 出发有了吗 我要尿尿了 要去巴蒂亚了 要去巴蒂亚了 马子不来接机了吗 嗯 马子哥 不理我了 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租房3700 今天打车1500 好 怎么说呢 谢谢刚介绍了 在加拿 对啊 我一个月租房 只有3700 嗯 而且是很好的房子 在市中心 马子哥哥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让姐姐不高兴了 所以你就不理我了 销会这么低 我那个地方真是狗屎运 走狗屎运 录视频啊 金点绿茶 清早要喝茶 金点绿茶 死夹子 对 金点死夹子绿茶 不逗了 有人看了没 我没看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马子哥 演那个什么 演 演戏 我看了一点多 我睡了 可以坐摩托车去 我就是吐了 摩托车1200 我本来刚刚心里的预算是 如果1200我就坐1300 摩托车1300 二姐知道什么是疯癫 我看到二姐的直播 但我感觉就是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疯癫啊 就是二姐是很活活开朗的人 是干嘛去 咱们现在不是去巴提亚吗 一个月房租700只能去什么 我我我房租700 在住在宁曼路 还是酒店是公寓 这人特别好 这我 女的好抽象 小心要起伤你 这么恐怖吗 这个詹卜坤 你的牌子怎么总在变 我发现你 念不表情 太活泼了 麻子一起走 这太他妈贵了 太贵了 太贵了 我必须 我得叫一个2500的车 一个人要好好对待自己 我要去生活 那你好好生活 我一个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决定做1200的摩托 咬咬牙 坐大巴 就到了就12点了 二哥 二哥来了 二哥来太晚了 不是没看到 今天的节目 有多精彩 有多曲折 我被泰国人坑死了 曼谷消费比起码高少多 对 一个人做事 有视挺归的 一个人做视挺归的 叫叶凯 1500在门口打个车就走了 是可以啊 但是我想着能不能网上 能不能有便宜点的 二哥 你不知道 我今天遇到的 还有这个土木年华 真 你们不知道 我早上 我早上有多惨 小坤知道吗 我早上有多惨 知道吗 早上我五点钟起床 那故事 我五点钟起床 我六点多钟 我就开始开直播了 我六点六钟 我不睡不起床 说错了 五点多我就没睡着 我只是从床上起来 这是个动词 谢谢兔子 谢谢兔子跑的 那就是个动词 我从床上就起来了 然后 真一准万没睡 我要崩溃了 没睡觉 没有 我妈这个联系不上 然后因为我早上要起太早 我昨晚不敢睡 我昨晚一点钟就上床了 一直到五点 五点多 我不敢睡 就 我告诉自己睡睡睡 但是过一会儿 我告诉自己 完了完了 会不会睡过 会不会睡过 然后 然后 然后没有敢睡 对 没被抢了 然后没有敢睡嘛 看脸 我在外边 我闻一阵风 因为那个是叶子泄素卡 然后 早上五点 我就 还开播了 我就慌慌张张的 又收拾行李 因为没有睡觉 反应比较迟钝 结果呢 结果一出门 六点多出门 发现叫不到车 发现没有车 打不到车 只有摩滴 终于打到了一个车 就是那个女的 就是那个女的 我等了她二十分钟 我等了她二十分钟 我八点的飞机 我等她等到快七点了 她给我取消了 因为她 我等了二十分钟 她到我酒店门口了 然后她走了 她走了一个错的巷子 然后我说那你等我 我去找你 她直接挂电话以后 把我的单给取消了 给差评 我是想给差评 我真的想给差评 但是我不想影响我的心情 因为后面的事情 更是让人气愤 后来因为我等了二十分钟 我要迟到了 我八点的飞机 当时已经七点了 然后我真的没办法 叫不到车了 然后就没车了 叫不到车了 后来在路上没办法 有个突突车 那个突突车 直接过去问两百 早班的飞机提前订不得好 没想到 真没想到 没想到没打低 然后两百 两百的突突 我说OK 两百就两百 我跟她说可以 但是我很着急 你一定要快 她说好 然后一路上狂飙 真的飙得很快 飙得我手机都拿不完 飙得很快 结果到了以后 我还剩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吧 八点的飞机嘛 我到了已经七点 快七点十五了 结果 我给了她一千 说好两百的车费 她找我六百九 她说她没有那么多零钱 我说那我扫码 我想实在不行 你想坑我是吧 那谁在泰国还没有朋友呢 我说那我扫码 我想大不了 实在不行 我把猴哥叫起来 让她给我扫码吧 结果 她来个扫码也不行 最后我真是 我看着我还是有几分钟 就要错过的检票 和她找我的六百九 我选择六百九 我选择六百九 我真是妥协了 我就是看着这种坏人 你怎么就得逞了 我真是没办法 我一路上我都在骂 我都在想这泰国人怎么这么坏 泰国没物价嘛 随意说价格 没有 就是这种这种肯定没有 你需要休息也都是红灯 别提了 对兔兔说是很坏 所以我 我等了一会儿 这车怎么还涨价了 换上人民币多少 就是15分钟的路程走了 60块钱 大概七公里 六七公里 是宰客的 所以我平时我都不做兔兔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令人就是熟悉的套路 我觉得我很多年都没碰到了 真的 因为这个早晨就是一波接一波 一波接一波 正常坑的范围 就是它的手法是正常的 但是我真是 这是今天的事情进去都赶在一块了 还好之后飞机没有错过 还好之后飞机没有错过 要一百万吗不用一百就够了 让麻子前几是好的 没有麻子哥也也蛮造爷的 在叶凯那针回来蹭 蹭个鬼哟 下个也正常的这种咱也 说多了 那他那他那 那主要是我太着急的 流氓兔你好 到曼谷 对到你 到曼谷 主要是我太着急了 因为喂钱也有做 就是做第一式 然后到这边 然后没有零钱 我这个人总不爱被零钱 然后 那一次我是怎么解决的呢 那一次司机也说找不开 然后那一次我是怎么解决的 那次我是 我直接给他人民币 我说你找不开那行 那我给你人民币 就一塞给他我就走了 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太急了 我就看了一眼 我的钱包我想完了 我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 我就在路上我想完蛋了 我没有零钱 我当时就觉得完蛋了 所以我直接 我给他一千多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找得开吗 他说可能找得开 他说可能找得开 你麻的请我吃大份米线 你怎么知道呀 对万幸的是 飞机赶上 就是这样 所以别人吃一万 他住的楼下 我就是吃大份米线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米线 谢谢 对就是因为我赶飞机 八卦评论区把我笑麻了 咋了 还有八卦 是的 就是在泰国 真的你得准备很多零钱 因为我以前也是经常遇到盖飞机 就他就说找不开 今天我真的就是你知道吗 就我感觉他就是在明抢 什么时候去 再聊就不用打车 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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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么时候到 我问他有什么时候到 你看看就像有男朋友的样子吗 我整天被人欺负的我真的是 就抢了一点 他跟我谈好的两百我都觉得贵 我一路上我都觉得贵 最后他找我六百九 有着一千五吃点肉不香吗 一个月挣个美 这个毛 他还在来曼谷的路上我等着鬼 他还在跟我共享位置 我看看 他给我共享位置 能看看俄罗斯妹怎么吃的 二哥说的对啊 是我没有 我没规划好 那怎么办呢 吸取教训吧 下次我就 我就那个呢 他明明可以直接抢 但还是再轮程 对主要是我还没有 我没迟到 真的是 一到泰国就没干过懒 没拉过干的 什么鬼呀 每一女在曼谷又要赚多少美金 我赚什么 我又不是干喝一茶 这一次要喝 是这样 是这样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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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谢谢老可爱靠邓椅的 我哪我不是在曼谷打工 这都是谣言都是从哪来的 天老爷 他还在 他离我还有55公里 来的路上 离我还有55公里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么就是11点16 11点16他还要去 他去移民局 他去移民局 那去移民局不得到 不是没睡好是没睡没睡 昨天一晚上都没睡 昨天一晚上都没睡 嗯 图图司机100个里 100个里面 110个都是 对 就是我被我被抓住的弱点 我被抓住的弱点 俄罗斯人有29天动游戏不太懂 你可以今天问问他 这不就休息一下我要住吗 这不是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蹭朋友的车吧 看来是蹭不上了 看来是蹭不上了 马子哥也联系不上 Telly也没办法坐他的车 他现在来曼谷都还要一个小时 还要一个小时 他要去移民局 嗯 我现在走了 现在10点钟 我现在走的话 我大概1点钟能到 10点 11 12 12点多 12点钟我能到 巴提亚 我到了巴提亚以后 我就入住我就睡觉 那我下午还能去吃饭 我本善 你很帅吗 找个男朋友就这么累了 我看看你照片 别不美了 有着一度的 后面的跨点 对我就要把这个事情 我已经想上通了 主要是今天找 昨一晚没睡 然后今天一早 就这么多事 我就 特别的狂躁 特别的狂躁 12点能入住 你可以那个提前check in 就是加钱 加钱提前check in 就没办法 I in car if you want back with us you can go Russia 他让我去俄罗斯移民局 他说11点半 他必须到移民局 哦 那也可以 哦 我觉得这是个 我觉得这就是个好的办法 他说他11点半必须到我的 他11点半 他必须要到我移民局 入住 加点你加钱 你可以提前入住 这样我就不是能省钱了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他让我现在去 这个我本善 你好搞笑哦 再浪漫的 对 再浪漫 你现在你那边几点 我现在10点20 是 他说了 中午移民局不休息吗 兔子到曼谷 到了到了 各位穷哥们凑个卡吧 凑个卡吧 是凑个卡吧 够够够 怎么样啊 我去找他吗 我去移民局找他吗 我看看俄罗斯移民局有多少钱啊 俄罗斯移民局 我来搜一搜 我搜一搜 现在是10点 19 10点19 他说他11点半 那就是一个小时 不是你这个我本善 你好像说找男朋友找 说找就很好找一样 白天也直播 是把娘妈怎么做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看看看看俄罗斯移民局有多远啊 一晚上没睡 我正要凉凉了 就是现在就是谁 谁能让我早点去睡觉 我就怎么走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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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260 什么情况 这是哪里 这是机场 260 我还叫车吗 260 我看看过去多少时间 谢谢轮子的办卡 谢谢 谢谢 谢谢轮子的办卡 谢谢 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 遇到很大的困难 遇到很大的困难 你本善哥是好人 他在陕西中土豆给你办卡 真的吗 谁是中土豆办卡呀 俄罗斯 谢谢 谢谢老可爱 考定你的办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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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6张办卡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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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三年才能起来 我真的得不了 是谁 哪位老板 就是谁 谁遇 谁在陕西 中土豆 咱们就别 别办卡了 谢谢 一个 谢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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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嗓子已经哑 完全都哑掉了 如果有什么 大幕 我没有及时回复 大家请见谅 我现在在查 俄罗斯 俄罗斯移民局 问我为什么要去俄罗斯移民局 因为他是俄罗斯人 咱们是哪国人 他要去移民局 不知道办什么事情 那去大使馆吧 大使馆不是移民局 说错了 大使馆 是我的问题 我说错了 你现在不应该去巴蒂亚吗 太贵了 太贵了 1500 我一个月房租才3700 太贵了 是布洛芬 炳炳还没起床 炳炳是谁 俄罗斯妹妹呢 在路上 陆飞把陆飞照 大巴 现在不是大巴 现在是 他说他11点半 他必须要到 他还问我 what you think 现在白大爷 哦 白二爷 不是不是 二大爷 美女我感觉我打不过你 速度开播 别巴巴了 龙骑士天道情仇是主播吗 老刘呢 老刘呢 老刘 天老爷 我哥 我哥 我哥起不来了 已经 我现在有点 麻 这人有点傻 我有点 我有点搜地图 都不会搜了 Russia 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直接去找他吧 他说他11点半必须到 必须到 他11点半必须到大使馆 我现在过去要半个小时 我现在过去要 如果我不走高速的话 我现在过去要一个小时 那我就过去 我就不走高速 过去一个小时 在巴提亚呢 哦 我对我CPU烧了 他没有养 好早啊 hello 念一个办法 5万大会些 啥也不说的玩意 啊 说我吗 我咋了 白白毛的二大爷 俄罗斯口音 俄罗斯口音就很难听懂 怎么了 二大爷怎么生气了 我嗓子都哑了 怎么生气了呀 为什么二大爷生气啊 出发 哦 原原你生气了呢 哦 你生活里拖延症是不是很严重 是的 很严重 严重 而且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 所以我就很 叫俄罗斯妹妹直接去燕麻菜 怎么可能别人开了车 我走了美女拜拜龙骑士拜拜 直播间里面是主播你好你好 狗爸在巴提亚狗爸是谁了 狗狗又是谁你们认识的人好多你们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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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社会人呢 你们我现在的问题是 有谁来巴提亚我今天就来巴提亚了呀 龙骑士 龙骑士我今天就来巴提亚了呀 说这么多 就是个狗 不用鸟 他真是同气小 真是去哪儿玩 去巴提亚 你好 Sum 好 我是新来的 我是新来的 一毛都没关系吃饭 你用你变的话要多少钱 变毛啊 不想演了 那是我哥 我说他妹 到巴提亚了 到巴提亚了吧 都在这坐了一个小时了 俄罗斯美女呢 在路上 他问我怎么想 他问我怎么想 快提出 快提出 可以请你吃饭 我借钱也可以 可以啊 还是空气饭 真的假的 可以啊 真的假的 晚上找你麻子给我玩 对 对 晚上是 去 逼去 但是去了不能直播 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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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搞电信业务的 不是你们快开吹 你们这有个吓人啊 糟了 我喉咙已经哑掉了 一晚上没睡 脚这么多话 喉咙痛的都受不了了 他刚扬 那不行 那不约了 几点到那里了 现在过去的话 一个小时 正好11点半跟他见面 好 下次我看狗爸的直播 OK 不能直播的地方麻子不会去 昨天消费那么多 他还签回来 这次你要杨过了 都不是什么好人 到哪里的地点 在免费的座位上坐着 明白了 都不是好人 我明白了 我先跟我的闺蜜回个信息 我说OK I'm going to meet you 嗯 省车费 省车费 OK 我都差点漂亮吗 当然漂亮 大家发个可爱的表情 这可能不漂亮呢 赶紧出发 哎呦 她的迟度把我看 别把我直播镜扣分了 我到时候我老哥要骂我 我没办法让妈哥起来 我只能跟他约 晚上一起见面了 这才到曼谷呀 对 你们 芭比娃娃真人吧 她很好奇 没做什么的 在巴蒂亚 上班的 这个好看 好看 我要给我发个定位 哎呀 看不懂 我别去了别的地方 没跟他见上呢 好看 Rush 你在等麻子吗 我在等朋友 我在等朋友 干嘛戴着帽子 我很冷 我刚才在飞机上 把衣服全部这样睡觉的 俄罗斯大使馆 我都不知道 俄罗斯大使馆干嘛呢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她给我发了定位 我现在去俄罗斯大使馆 我现在去俄罗斯大使馆 走了 带上我重重的行囊 出发 是Tally吗 对啊 是Tally 是Tally 请大家跟她的说话 一定要礼貌 礼貌用语啊 一定要礼貌用语 不然你们会怕我没朋友的 好吗 你到曼谷了吗 不是直接去 这不是一个小时 这不是50块钱 我就多坐一个小时的车 不就能省钱了吗 怎么不会精打细算呢 正好打电话错过了 那没办法 怎么不能不会精打细算呢 我就多花50块钱 多花50块钱 这不省 省一点吗 省1,500 哎呦 到底要怎么决定啊 肯定要省钱 豆鱼直播的那个俄罗斯北 不是 是我的一个朋友 但不骂你朋友跟你没关系 别别别骂我朋友 懂了见面就 I love you baby 可以可以 这个可以 见面就爱心 什么时候见 我现在打车 现在就能见 见面就无拉 我见面 我跟你 我跟你们说 真的 我只能跟她 我与她的沟通 仅次仅仅在于线上 因为 因为咱们的聊天内容都很简单 她要懂我 我也懂她 戴着帽子干嘛 然后我说了我冷 我喜欢戴帽子 我觉得酷 我就戴 好烦 不停的问我 俄罗斯说你好 Pliwe 俄罗斯话我就会 Pliwe 乌罗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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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秀 Pliwe 然后 冻死你 太冷了 太冷了 你好坏啊 一生何求只为今日 你好坏 你为什么要冻死我 你这么可爱的人 怎么能说出 这么残忍的话呢 你没发现 今天人多吗 因为叶子 叶子没上线 叶子没上线 所以有很多怀念 马子哥的人 就在这儿 与我潜聊了一会儿 我 啊 这个都不能念啊 OK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懂 大碗驴许是什么呀 好 我也为什么不能念 我也不太明白 什么 就是一只衣服的帽子 哪有那么严重啊 怀念 我说了怀念两个字吗 我说了怀念吗 想念 听错了 想念 不是 想念 想念各位 我说你们想念他 什么怀念 我没有说怀念 我没有 我没有说怀念 什么 我没有 冯志豪 我没有 我说的想念 你们 听 听 坏话题 你们好坏哦 俄罗斯语 Pliwe 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 我只会两句俄罗斯话 一个是Pliwe 还有一个是 完了 我最会的那句我都忘了 Pliwe 哎 还有句是什么来着 救命啊 完了 我最会的两句 俄罗斯语 一句Pliwe 还有一句 骂人的话 我最喜欢骂的 叫什么 有人知道 哦 Suka Pliwe 对对对 Suka Pliw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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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自己 送小樱花 对 Suka Pliwe 你问 我爱你 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问一下 Telly怎么说 我不知道 我 哎呦 对对对 Suka Pliwe Suka Pliwe 是是是 Suka 是 运动的神秘 懂我 为什么不能说 哈拉哨 我也不懂 什么意思 大歪 无来 无来 不是不能说吗 哎呀 你们别让我说些 不能说的话 九龙坡一姐 喜欢你 九龙坡一姐 走了 走了 必须得走了 没时间 没时间 走了 胖子了没 没来 必须得走了 晚上道别 为什么就道别了 晚上 我怎么到底能不能说 可以说的 女的不能说 Suka Pliwe 为什么不能说 我要继续刚刚的话题 刚刚的话题是 刚刚的话题是什么 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去 刚的话题是什么 刚的话题是 我与Telly见面了以后 我听不懂她说的话 说了车管也不会管我 什么 什么 我是要睡着了 一晚上没睡 一晚上没睡 一早一晚 我要死了 不是睡着 要永远的坐大巴过去吗 不是 你 你 你 不是 怎么变成坐大巴了呢 不是要去蹭 Telly的车吗 我现在去俄罗斯大使馆 我现在就去俄罗斯大使馆 眼神上翻译器 英语交流 听不懂她说的话 俊娜能听懂 俊娜能听懂 俊娜为什么能听懂 俊娜为什么能听懂 俊娜能听懂 俊娜是谁呀 我是通宵的 一晚没睡 我现在去大使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Telly说的 Telly说的英语 Telly的英语 就是口音特别的重 几年前我跟她见面 口音是特别的重 我不知道现在好点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好点没有 一晚没睡 四旺夕夜 要怎么有声 这样吗 一晚没睡 我跟她 我跟她 我和Telly多大忘了 二十多岁吧 什么手术 中口味 英语好听 没有说不好听 只是 我要 我很困难的 与她沟通 会hello忘 不行 对路上太熬人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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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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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线这么短 我怎么能背上一边 背上一边充电呢 我这样自己看起来好像门门看 你英文怎么 我英文就基础 日常了 你在哪里 我在曼谷 我觉得你好多人都好像 叫个车吧 直接去打车 叫出去 看以为你是游客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在这直接出门打车 一出门就起步驾一千去辉煌 你在那排队就只要两百 泰语好不好学 语法好学 但是你要说标准是挺难的 因为它的语声调比较多 而且我最近我发现 我发现我以前我不会泰语过来 泰国都是用英语沟通 然后我觉得用当时 当时用英语沟通呢 就OK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我感觉我在学泰语的时候 我感觉我整个语言系统都混了 就是 你都没有学好 就像你现在 你都没有学好 然后我的语言系统特别混了 我要说英语的时候 我拿回来有可能浮现的就是泰语 哎呀 很难说 几个调调 没有 粤语比较多 粤语有九个音调吧 对吧 泰语是五个音调 所以粤语跟泰语有的时候听起来 泰语有些词很像粤语 而且泰语有些词 直接就是粤语过来的 火车站 大爹 来去尿尿 玩等于旺 因为一辈子用不着 然后是英语怎么用不着 其实泰语满多人都说 泰语用不着 不用语 开口了 而且现在 现在讲英语 我现在讲英语 我都开始带泰国口音了 比如说我要说 Apple 比如说苹果 Apple 苹果 Apple 我觉得现在就要说 Appen 阿冷 阿冷又是谁 我就会说 Appen 然后比如说草莓 我就要说 Stirpeli Stirpeli 这样 泰国的英语其实不差 曼谷这边 他们很多人都上国际学校的 是学语言可以防止自己变傻 交流就行 No money No honey 我尿个尿 尿个尿 姐妹们 没有我在街场 尿个尿 尿个尿 这尿尿把你们放哪儿呢 烦了 烦了 尿个尿 那只能一起了 那怎么办 二姐说 No money No honey 只能一起了 怎么办呢 别人以为我是变态 他也跟乐部不一样 我广东的天主配 我没有说一样 我没有说一样了 没有说一样了 没有说一样了朋友 我是说有一些词是 有一些词啊 它是可以互通的 这是它直接用粤语过来用的 喵喵喵 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 好 嗯 对 是 被我抓住了吧 首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角度? 什么角度?就是我是变态狂? 我是变态狂?就是我是变态? 就是我是变态?我是变态的角度? 然后你们被我抓走啊你们不觉得很恐怖吗? 我的灵感来源于那个韩国那个 你们怎么还没进过女厕所啊? 我的灵感来源于韩国的那个电影叫什么? 是吧?荣如那个那个那个 刚好紧张的刺激 就是那个那个校长 就是在那个厕所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厕所不能直播哦 我不知道我以前在熊猫天天去厕所 所以扣分 我不知道我刚刚我刚刚演的是变态 你说变态我们都知道 对我刚刚演的是变态 我又不是带你们看厕所 我只是演的变态而已 而且我不带你们去厕所 我懂得可再多办呢 咋了? 越变态越兴奋 在厕所给闷死 闷死了没有 你们在我包里 变态觉得你不变态 走了走了 有生虎的演员 第一次站呢 我饿了 第一次见 我不是海尼图 这里留 账户这里留了 变态的 太语怎么说啊 变态太语 我还真不知道呢 一般大家遇到这种人 一般都会骂吧 一般都会直接说一页 熊猫 四季 胖猴姐姐 不好意思啊 各位兄弟姐妹 一晚没睡实在太累了 我哥有点事儿 See you here and go pattaya together OK Let's go 我把你们教我的话都用上 Let's go But here 好 现在打个车 现在 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现在去俄罗斯大使馆 今天现在去俄罗斯大使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后面的妹子 怎么网上还有警察查签证呢 How much 没说 Let's go 说了 哎呦 你看吧 我就说直播会有人看 会有人看我 你看 OK Let's go See you here and gopattaya together OK Let's go 我说了 才三个月 学生签就是三个月的续签呀 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警察叔叔 我不能说这两个字 各位叔叔 我不是要去接别人 不是 他有车 他 他有车 我去那和他会合 然后坐他们的车去pattaya 我就能省 我就能省一千五 远程去签吧 现在到西岛续签 不是 远签就是得去 不停得去移民局续签 对是他接我 叫哥哥 不是今天咋了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呀 我一晚上没睡怎么遇到了 大家 不看字幕能看懂吗 我看字幕都看不懂 天老 不看字幕 我才来一个月 叔叔给你挤上好恐怖 要回之后不用不用 对啊 变态越来越多 我挤后 我挤后啊 我 好帅了 忘记要排队了 不等了 等 那能等吗 我一晚上没睡 我等不了 他不回我信息 郭德天亮他醒了 他醒了 他醒了 但是我也已经 还得睡 他还得睡 他还得睡 你遇到变态了 卖一顿 那我先过去 你再睡一会儿 直接骂 别跟兄弟们客气 看个头骂他 你们 你们都太爱他了 你们都太爱他了 你们这都是爱他的表现啊 你们这些都是爱他的表现 你们这些都是爱他的表现 我是多少号 453 453 悬崖餐厅看晚餐 我不是读大学 我不是读大学 我不是读大学啊 我就是一个泰国小主播 这么久才回微信 放下我们通宵看麻将 谁通宵看麻将 我没有 你遇到变态了吗 没有 等锤子他都不来机场 什么鬼 妈妈这个回信息了吗 我回了 我回了吧 我说让他再睡一会儿 我说让他再睡一会儿 啊 另外的微信不是这个 吊坠挺好看的 谢谢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工作 我不能工作 那我不是这个 那我这个微信号不是可以吃瓜 没发什么呀 没发什么呀 这微信都没发什么呀 不去找Telly吗 弟弟 不是一走一往 你真的看 你真的在认真看节目吗 我现在不就是坐车去找他吗 我看麻子年了 都没给他办公卡 那几天就跟你办了张卡 说明我们更爱你 谢谢你 谢谢你不光是自己 我太感动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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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感谢你 真的感谢你 我都要流眼泪了 帽子磨破了 你跟他说睡够吧 其实他足够圈钱 所以消费没有照 那 那 我看麻子几年都没 小心哥哥 你给我办卡了吗 你哭一个 我看看 没什么都抠出来 CC1 我在听号码 我听号码 22公里真远 真的远 真的远 你跟叶猴 你也给我办卡了吗 他你跟麻子一样磨叽 我不是磨叽 我冤枉啊 我这这这 你得排号 我好冤枉啊 你得排号 没有养过吗 没有养过 真没养过 你得排号呢 不是我磨叽 是你得排号呀 正常人到泰国神长都磨叽 那是因为泰国人磨叽 你得排号 小星哥 他倒是半一张呀 排多久 现在四四五了 四四六了 四四四四五 四四五 快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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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打第一呢 刚刚我过来的时候 弹幕都说你养了 没养 没养 我一直不太一直在感冒的 一直就是不舒服 咳嗽流鼻涕 但是不发烧 不是不是 我去找泰里 你们 你们好多人 你们是不是进来问我一句 然后就走了 我觉得你们看直播都不认真 你们就进来看一分钟 然后问你去哪 然后出去 然后过来问 你还在去吗 就是 就是 完全不认真听讲 但是我一直测和酸 一直都测不出来 我测了 我测了 四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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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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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直播还认真 我现在嗓子就有点痛 没有肆意来接我 如果肆意来接我 哪个是我的司机 哪个是我的司机 你这是去哪 测出错不出来 我想吃炒面 这个是我的司机 我测的是鼻涕 啊 可捆看 耶 可捆看 菜 俄罗斯 捆去俄罗斯 刚刚不是那个叶子各方信息吗 打击去 不认真呢 我去找Telly 去俄罗斯大使馆找他 然后蹭他的车去 这不能省一千五 对 带了一个很可爱 他是大车 我是不是得坐前面 我还是坐后边呢 我坐前面坐后边 坐后面吗 坐前面吗 坐后面吗 我坐哪呢 我坐后面 唉 九姐 我屁 印度人才坐 印度人才坐 你坐在车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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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没有 一分钟 有 二哥 我以前 哈啰 坐后面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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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我要不要走高速 问我要不要走高速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对 高速公路 嗯 铺盘散经代了 我没拆你了 嗯 没拆你了 嗯 他都自己说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要130 他问我要不要走高速公路 他问我要不要走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要130 那你买个转 转转转转 钱 钱 卖米 卖米钱 没有钱 谢谢 谢谢 光辉送的小礼物 谢谢 高速费 谢谢光辉送的小礼物 高速费要130 那加上这趟车费这也得400了 所以我就找泰里亚人要400 真的 真的 二哥 二哥 外米当 好厉害 真的二哥 我以前真的就是我跟我哥 我们都是直接打车去巴提亚的 我以前也一个人打车去巴提亚 去找我哥 但是 今天因为朋友在这觉得特别亏 特别亏 特别亏 知道吗 今日西粉桃園三节夜 这么厉害吗 泰鱼好娘 这就是那个会打跌的汗图吗 是的 问他美女给便宜吗 我不想 哎打叶子在梦国 这不刚联系了吗 你加钱 你加钱 还加钱呢 7钱 好贵 你喜欢阿姐吗 阿姐对我们点兴趣 打车贵吧 贵 多久到 走 不走高速公路的话 一个小时走高速公路 半个小时 一半走高速公路要130 所以我刚跟司机看完笑 我说那我不走 看吃啥吧 吃土 你们手机被坑了哈里托马 你们怎么都知道呀 播报员 户外消耗雨 播报员 播音员 好远 九龙波一姐的马子 天 九龙波 太热了 我还晕车了 晕车了 坐大巴 超级那种 我是因为我以前认为 我坐过一次大巴 我认为 我以前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做打滴比较安全 直接到酒店 现在咱们去脸那么白 500 现在咱们去俄罗斯大使馆 我晕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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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会太远还会被坑吗 这不是 我现在去 晕车了 晕车了 一般的 我不用小心马子哥 马子哥对我挺好的 真的 就是他喝多了 老踹我 我这个我不太喜欢 咖喱兔是咖喱兔 成熟的时候自己会聊天不需要直播 落地街的 可以带两天 这二哥真懂啊 就是马子哥他 他老踹我 他喝多了 他老踹我 你不知道吧 喝多了 动手动脚 他的动手动脚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们一块去音乐节 他喝多了 在我后面蹦 后面踢了我好几脚 我烦死了 不是摸我 他喝多了 他在后面蹦低 在我这 我后面蹦低 因为人挤人 本来就很挤 他们蹦的姿势特别大 他老踹我 踹了我好几脚 现在去哪 现在去 俄罗斯大使馆 俄罗斯大使馆 OK我还不能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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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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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要给钱啊 你看实际的动作 多么显手 OK OK 卡 卡 卡 好 好 谢谢老师 哈哈哈 没拆老师 老板 没拆老师 老板 老板 老寺 老师 连工组 嗨 老师提示 我们谢谢老师 所以说话要给钱 不是说话要给钱 是高速费 你为啥问题 高速费 OK 三四 我三四 到巴蒂亚了吗 这么快到鬼了 他这个手势 对我也好久不见 我有点紧 我刚准备睡了 我刚那么准备睡了 结果他来给钱 皮卡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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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洞 土洞 重庆方面每个人都老是试了试 打火机掉了 我没有打火机 不好意思 但是我有手机 他学好快啊 嗯 他好厉害啊 今天怎么这么早 今天 今天太难 今天真是特别长的一天 今天这一天 要从昨天那一天开始说起 麻子哥又睡了 对麻子哥又睡了 谢谢风狗点赞 哦 我也风狗改名字得点赞 拿出了又不回我信息了 我小朋友又回我信息了 我小朋友又回我信息了 那像是你要被写你的电话 你就不用你 就不用贵心了 主播泰国人 主播不是泰国人 主播是武汉人 鞋子 我穿的拖鞋 我穿的拖鞋 007 我穿的拖鞋 我穿的拖鞋 说说今天的行程 主播是 就是武汉的 俄罗斯妹妹她现在在去大使馆的路上 挂的 我给大家说说今天的行程 把我晕车了 今天行程就是早上被坑 差点迟到 要不是那个女的 本来打车去机场只要80泰铢的 80泰铢啊打车 那个女的她走错了巷子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我在这个酒店她找不到 她把车架过头 她跑了 直接取消了 等她20分钟 我就不懂她的脑回路啊 她可能家就住在宁曼路附近 所以她正好从机场回家 她就不想接单了 真是任性 结果我要迟到了 我要迟到了 才会着急蛮慌的做一个嘟嘟 然后那个兔兔开价200 结果还没有零钱找 最后坑了我300 别吐口罩 然后 然后 本来说约马子哥 因为Telly那边 我昨晚就问了 Telly跟她朋友 坐她朋友车来的 那么如果我加马子哥 加上二姐 咱们三个人就不方便坐别人车 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呢 我就跟马子哥 我昨天就发了信息 我说马子哥 我说 我说咱们明天 我们直接去机场 直接能不能直接从机场去 咱们一块坐车去巴蒂亚 就不跟 就不跟我的朋友走了 然后马子哥也没有回信息 我早上才知道她直播了一晚上 我早上才知道她播了一晚上 所以 所以我就本来打算的 就只能自己 因为熬不住了 就自己自个儿 自个儿 一晚上没睡真要死了 自个儿 我就打算自己 自己干嘛来着 自己打车去巴蒂亚 但是太贵了 所以现在呢 我就去俄罗斯大使馆 找我的俄罗斯朋友 然后一会儿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 因为我们只能在线上沟通 一会儿我们在线下 我听不懂她 我真是听不懂她 是马子友二姐自己去 所以 对啊 直播不能按手机 我知道 我知道 理解 理解 所以我现在 主要是昨天 马子哥特币她跟我说的 她说咱们一块去 就我特别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等她 因为我实在太困了 我实在太困了 我没办法等她 打女人 还对妹妹不管 是啊 她说我还说我像她女儿呢 你不是会说英语吗 Tally的英语我真听不懂 Tally的英语 Tally的英语我是真听不懂 以前跟Tally 还有Tally的几个小姐妹 俄罗斯小姐妹 我说的英语我都 我都是一头雾水的 很难沟通 就是很难沟通 但是那个 那个昨天讲八卦 那个Tally以前那个好朋友 就是后来跟那个泰国男明星在一块的 那个俄罗斯女生的英语就说得很好 所以她就跟那个泰国男明星在一块了 你买手机怎么被坑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啊 New man New man New man 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朋友跟我相信呢 对呀 我不知道要提前预定了 哎呀 浪压嘛 我尼 被坑了多少钱 泰国蹦蹦 找得帅 蹦蹦是谁 我现在在去 我现在在去 听习惯就好 哎 太难习惯了 我现在在去 俄罗斯大使馆 在曼谷 去俄罗斯大使馆 你叫Tally不要说完整 这就是关键词语 她 她的英语说得好 她的英语说得好 可能就不是那个闺蜜到你 笑人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 看播了早就看播了 斑斑 斑斑走得帅 斑斑又谁 太广告了 多少出这个出这个出这个 我估计要400 因为要走高速 我在曼谷玩的呀 被坑了多少钱 是的 口音问题 但是俄罗斯口音是带出来 这种 就是各种卷舌和弹舌 我就 很难懂 新年有节目吗 有啊肯定有啊 新年当然有啦 新年咱们要去看年呢 音乐节 曼谷 很大型 中国人跑俄罗斯大使馆干嘛 去找我的俄罗斯朋友 和泰国迷信在一起的俄罗斯 麦子有太太好看吗 说实话 我觉得有 但是 和王贾尔有组合 对不起 我不认识 能被我骗一下吗 我不要 大奔向 你不睡呀 大奔向 救命呀 音乐节能播播 音乐节你能播到 买那么贵的门票不能播呀 舌头起个炮就会弹舌了 太雨又弹舌 但我练了很久我都不会 我只能谈一会儿不能谈一会儿不能谈一会儿 不能谈一会儿 不能谈一会儿 没个什么不一样怎么离一会儿 是 对 就是 大使馆能播吗 我也不去呀 你想 是啊 是啊 就是 嗯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Telly Telly 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的男朋友是一个上海人 他以前的男朋友是一个泰国人 跳舞的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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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又找了喜欢中国男人 他说他找了一个上海的喜欢中国男人 老刘要回归吗 啊 什么 等一下 谁呀 Telly 我的那个俄罗斯朋友 对啊 找了一个上海人 音乐节免费 谁说音乐节免费呀 不一样吧 咱们聊的东西不一样吧 就是泰国有很多跨年的那个区域 是免费的 但是我的音乐节是花满票买的 看起来很开放的样子 大舅哥不是学亏 找叶子吗 没有 我干嘛都跟你联系不上 天龙人 大舅哥还说介绍给他 说不了了 说不了了 兄弟们 说不了了 哇 几点 等麻子哥睡醒 我约他晚上一块吃饭 因为Telly约我一块吃饭 我就约麻子哥一起嘛 对吧 对不对吗 打车费多少钱起步 嗯 这边我在机场叫车 还有八十块钱的服务费 机场服务费 多少钱起步 五十泰铢起步 五十块钱起步 五十泰铢 十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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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这些又走了 这要走了 啊 可不可以看 高速啊 两段高速 那个八十 这个五十 加上打车费 两百多 加上这一趟车费 又得也要五百左右了 这趟车费就五百左右了 好贵啊 我不如直接去巴提牙呢 我现在后悔了 你们好快啊 你们好花心啊 你们 你们前几天 你们这个大白羊 你怎么这么的花心啊 这么远 二十多公里 人民币一百左右 一百左右 这一趟也 二十多公里 二十多公里 一百左右 看了韩国没有吗 没看 看了直播 很漂亮 很喜欢 但是我看直播 我也只是偶尔能够点进去 因为 因为我也得直播 刺激性老板 打车从苏巴纳普到巴提亚多少钱 苏巴纳普到巴提亚 我不知道 我出道 我一般都从老漫 过去都是 哦 其实我一般 我不管在哪打车 我在曼谷打车 都是一千五五左右 我打了好几次 像这种大的 我做的就是个大的 就是一千八到两千 因为以前我只要朋友人多 我们都会打地 不要划算 几个人也 哎 去巴提亚干嘛呀 去巴提亚见朋友啊 但是朋友今天已经在曼谷了 今天和他见面 他明天去马拉西亚 我真是无欲 今天和他见面 然后晚上和他一起一块吃饭 我到身上都没有睡觉 我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度过 明天晚上巴提亚有免费的音乐节 不是音乐节 是明星演唱会 所以 所以我今天必须收拾好啊 这几天有的熬呢 这才是第一天 怎么不睡觉呢 因为早上五点就要起床 一点钟才忙完 四个小时真是不敢睡 躺在床上也不敢睡 有Lisa吗 因为8号有Lisa的演唱会 Blackpink 我不去 我不太感兴趣 我比较喜欢泰国明星 吃饭带上你马子哥 带上带上 起麦菲巴提亚不行 是其实是这样的 本来没有打算要去巴提亚的 因为我的那个朋友 他说他这几天不在巴提亚 所以我就打算 因为我30号的音乐节是在曼谷 所以我28号就打算提前在曼谷都待几天 就没有打算在巴提亚 这计划嘛就是不如变化快 Lisa就是泰国 对 大会晕车嘛 大会要是晕车我就先下播了 我当时也没多一会忘了忘记了 我不能下播 都等着 现在钱够不够花 不够啊 瞎好 瞎好 你要自助 不准瞎 忘了忘了忘记了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瞎好 哈你吐吗 去去去去 开玩笑的 别当真了 还有会抽烟的 今晚要喝西北风 谢谢您 谢谢您 Malia有BKPP 我最喜欢她 桑姐她爸 你这舍得来了呀 多少天都不舍得来了 都没来了 再没来了 这来了也不说话了 现在是生疏了 开启什么 开启了啥呀 回复你了吗 回复了 她起床了 但是她又睡 BKPP 谢谢她爸送了一工棒 谢谢 再来 我昏 在外面 我词 没有 点凭 好 我 好 咱们马上 咱们马上 咱们马上就可以 咱们马上就可以碰到我的好朋友了 来了不少音笔 都是机器人 都是机器人的 都是机器人 今天因为我是机器人 马上就能见到我的朋友了 见到他我就说不出话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一晚上没睡就像个讨饭 就好难受 这个朋友不会泰语在泰国怎么活 我也不知道 他会说英语 他会说英语 漂亮他漂亮 帮你听一点怎么 你不说英语吗 我只会说煮汉花 你下波还不睡 人 人只要可爱 人不用会语言 人可爱就可以了 你看那些猫猫狗狗 那么可爱 他跟人也不 语言也不相同 那他就是可以活下去 因为只要可爱就可以了 我有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因为他也都不会 这小的人你不用可以去 可以去 没问题 只要你可爱 我说忘了 有钱就能用摸语言的事 有钱可以请翻译 挺接力气 真的 就是这样 人只要可爱 你不用会语言 你可爱别人就会主动跟你讲话 对吗 你不打理他 他也会讲话 我经常就对着街上的狗啊猫啊讲 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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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子一个hello忘 昨天想忘了忘 请弟弟翻译 我哥什么时候来啊 我哥国内要开店 受不了了 11到17你会在起麦 我应该是在的 没有意外是在起麦的 医院嘛 医院在的 妹妹着空休息 我早休息啊 干 干不知道咋放 没法休息啊 不知道干怎么放 分开 开分店嘛 待会开分店呢 这 不聚焦了 嗯 嗯 哇 露了脸了又不难看 我再睡了 谢谢三周小伙伴的东西 通过颜色就要 这样 看个角度 要这样 硬是毁你了 这样可以看个似的 谢谢他爸送的飞机 他爸谢谢你 我都要睡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他爸 赞了他爸 我都要睡了 谢谢你 你给我打了一秒钟的鸡血